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昆盈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3670集 你动不了他 宁道人也反应了过来 大惊之下闪身来到杨开面前 当住了他的视线 杨香冷静 让开 杨开望着宁道人 眼神独独逼神 宁道人额头上 渗出一片细腻汗珠 身形却是不动 胡口婆心道 杨兄不要冲动 你若真的那么做了 那就完了 四周那些新进的六匹 还在震惊 赵兴被杀之主 一时没反应过了 凌风又急又怒 你们想死不扯 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说话间 将手中赵兴的尸体 套给黄安逸 急促道 都给我滚 黄安逸匆忙接触赵兴的尸体 也终于反应过来 主要是杨开那杀念 将他们这些人 牢牢锁定 想察觉不到都能 黄安逸顿时脸色一变 抱着赵兴的尸体 急匆匆地朝一个方向盾去 其他新进六匹 也都回过了神 各自化作流光 急速盾走 凌风起身 一步步朝杨开 想去 来到宁岛人身边站定 盯着他的眼神道 杨凶 若真的想要杀人灭口的话 就先从我 与宁师兄开始吧 放心 我们不还手 反正咱们这条命 也是你从太学性救下来的 就当是还你了 杨开冷冷地瞧着他 凌风毫不示弱地回事 好一会儿 杨开在和尚双眸 在睁开的时候 眼神锐利的锋芒消失 剩下了一片温和 微笑道 两位这是做什么 凌风轻轻呼了口气 你能想通最好 背后一片冷气 从杨开刚才 击杀赵星的战况来看 就算他与宁岛人两人联手 也未必能拦得住的 轻轻叹了口气 凌风雨中心肠道 不要怪我们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杀一个赵星 虽然事情不小 但未必没有回旋的余地 可若是你在杀其他人 那就真的无法善了了 我知道 杨开微微汗手 虽然徐灵工也说了 这论道大会生死不论 不管是哪家弟子死在里面 也不得有什么怨引 但说是这么说 可洞天佛帝的弟子 若真的死了 他们背后的势力 又岂会善到甘休 赵星是千赫佛帝的核心弟子 执金六品的天才 假以实事 定是千赫佛帝的中流砥柱 如今却死在杨开手中 这个仇结的可就大了 这是一场意外 杨开本意并没有打死赵星的打算 只不过出手的时候稍微重了一些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那里的星星差不多有将近八十颗了 原本杨开就有将近七十颗 赵星身上有三十颗左右 赵星一死 他的战绩自然全都转嫁给了其他人 只不过当时在赵星身边的除了杨开之外 还有林峰和宁岛燃两阵 所以那些星星被三人平分了 这么多战绩 基本可以确保乱到大会的投明 接下来也不需要多做什么 只要尽心等待 走吧 杨开收拾了一下心情 招呼一声重阵 打死赵星虽然是个意外 但注定要与千鹤伏地结仇的 一家伏地的底蕴有多强 他想象不出来 不过凭借自己如今六品开店的修为 想要低档 还是有些痴心妄想 实力 还是需要更强大的实力 然而修为到了他这种层次 所需要的都是水磨的功夫 量化开天单和各种品贴的资源 都需要时间 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误判所说的那个隐蔽之地 是在一片群身之中 深有处有一个隐蔽的洞口 不仔细查探的话 根本找不到踪迹 进入洞口再往内走上几十里 便来到了一处室外桃源中 这里景色竟然极为优美 深清水秀 一行数人便在此落足下来 静待论道大会的结束 时间流逝 杨开等人偶尔聚在一起 主查论道 切磋记忆 不管外界风云变换 倒也逍遥自在 都是新晋不久的六品开天 彼此之间自然有许多共同话题 交流一下各自的修行心得 倒也让众人都有收获 硅谷是老牌六品 在六品这个境界上 沉浸的时间比所有人都要长 在这个境界上的修行 自然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 偶尔具具指点 也让杨开等人灵光隐形 杨开如今实力 虽然比林峰等人要强大不少 但林峰等人毕竟来自洞天福地这样的势力 能接触到许多杨开不曾听闻的事情 数月的相处 也让杨开听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冒一日 正在高谈破论的数人忽然微微移成 低头朝自己手腕上的惊环望去 那里有一道清晰的神念波动涌出 众人低头感知一分 立刻得知了那神念传出的内容 这论道大会总算是要结束了 林峰徐徐站起身来 还有半个月出路便要打开了 咱们也该准备一下了 众人自然没有意义 也没有什么好收拾 片刻后众人便准备启程 归骨相送 这一趟他是没办法跟着出去的 毕竟他还算是罪行的罪证 不过既已在忠义谱上留下了信物 归骨相信杨开不会不管自己 你且在这里待一阵子 回头我自会找阴阳天的人说情 将你弄出来 杨开叮嘱道 谨遵大人之命 归骨攻身道 林峰和宁道人 顾伴等人静静观望 若不是亲眼见识杨开的实力 只怕很难理解 一个老牌六匹为何对杨开这般言听计从 原本他们也以为 归骨是与杨开达成了什么协议 彼此合作 后来才知道 这简直就是主从的关系 走吧 杨开招呼一声 催动力量 裹着路径 冲天而起 林峰等人紧随其后 搜印雪之前说过 一年起满时 最新大战的出口会再度开启 而开启的地点也在之前那道神念中指明了 所以如今众人需要做的 就是在实现到来之前 赶到那一处地点去 众人提前半个月出发 时间倒是不紧迫 一路大摇大摆地飞驰而去 沿途不时地有参加论道大会的舞者 从隐蔽的藏身肢体飞出 跟在几人身后 这些一直藏匿的参会舞者 应该是在躲避醉猛的青角 这个时候发现好几位六匹 在前方开路 自然是急忙跟上 也有一些安全感 否则一旦被醉猛的人遇到 他们根本没有换手之力 对此杨开等人也没多加理会 这些人只是远远地跟着 并不敢靠得太近 十多日后 一型树人总算是到了地方 这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切口平成 形成了一个类似平台一样的村寨 出口所在便是这平台之上 只不过放眼望去 四周竟是一个人影也不见 不过在神念感知之下 此地附近却是隐藏了不少人 显然是有人已经提前过来了 又不敢轻易露面 所以才会躲遮 杨开等人静止落在那平台上 各自寻了位置 盘膝坐下 他们来得算是比较早的 回去的通道打开还有三天时间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舞者赶过来 三五成群地散落附近等待 那些早早到来 却隐蔽了身形的舞者 也都逐渐冒出水面 杨开本还有些警惕 罪蒙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动作 可一直等到了最后 罪蒙居然都没有露面 就连黄安逸那一群人 也都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 三日之后 整个罪行功名一阵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那天空中 一道彩虹之桥迅速铺展开来 彩虹桥的一头 连接着虚空深处 这一头延伸到平台之上 杨开与凌峰等人对视一眼 微微汗手 总算结束了 杨开起身 带着陆景 进一个朝彩虹桥上落去 正如当初被送进最星时一样 一踏足这彩虹桥 顿时便有一种 天旋地转的感觉传来 眼前视野扭曲变换 等到回过神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之前 出发的行功广场上 那广场高抬丑 十几把座椅一字抬开 每一把座椅上都有一位 来自洞天伏地的上片开天 其中一个赫然便是徐灵公 哦 见第一个回归的居然是杨开 徐灵公不禁面露哑然之死 虽说第一个回归并不代表什么 但能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踏足接引的彩虹桥 无疑也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这小子的表现 有些出人意料 徐灵公微微汗手 不过说起来 他虽然设计让杨开参加这论道大会 但并没有对他抱以太大的期望 他只是不想委屈了自己的徒弟 曲华商好歹也是直进六品的核心弟子 就算要嫁人 也该嫁一个与他资质相当的青年俊艳 又岂是那些无品能够觊觎的 设计杨开的目的 只是打乱其他洞天伏地的部署 让他们不得不派遣自己门下的核心弟子参加 事实证明 他的计划是很成功的 在那些后期之秀加入之后 论道大会的格局和档次立刻提升了不少 阴阳天的颜面也得以保全 就是不知这一趟到底谁能夺得第一名 紧随在杨开身后 林峰 宁岛燃和顾盼三人也都接着现身 再之后一道道身影显露出来 这都是参加论道大会的舞者 很快 广场上便站满了人 神念穿梭涌动起来 各大势力的长辈悄悄地询问着自己的后辈 这一趟的成绩是否有受伤 那些后辈弟子还没有出来的 都不禁有些焦急和担忧 罪性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体 那里关押的罪人每一个都穷雄极鹤 真要是在里面遭遇到什么意外 那可就是阴阳相隔了 前前后后半个时辰 广场上汇聚了数百人 而到了此时 从罪性上返回的舞者数量明显变得稀少起来 甚至好一会儿功夫都不见一个人 不少势力的带队长辈们脸色凝重起来 自家后辈直到此刻也没现身 无疑已经凶多吉少 这一趟论到大会的参会方式 实在出乎他们的野料 若是早知参会的弟弟居然是最新的话 他们说什么也不会带自家晚辈过来 只可惜啊 徐灵公临时将论到大会的方式更改 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不但那诸多二等势力的带队长辈们脸色难看 就连蹲坐在上方的十几把椅子上的上品开天们 表情也几多凝重 无他 十几家洞天府邸的核心弟子 如今只出来三个 其他人竟是完全不见踪影 这不合常理 徐灵公表面笑呵呵的 心中却是直打鼓 他虽早就言明 论到大会不是国家家 参会者生死自负 但若是真的有那么多洞天府邸的核心弟子死在罪星上 那他身为论道大会的主办者也要担责不少 就在他犹豫 要不要让苏映雪去问问杨黑 打探一下罪星上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那接连罪星的彩虹桥 妇人又是一阵光运跌挡 徐灵公精神一阵 这样的场景无疑是说明有人从罪星回归了 而且数量不少 下一刻一道道身影出现在广场上 足足上百人之多 那诸多观望的上品开天 大多数都微微松了口气 他们看到了自家的核心弟子 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其中一人却是豁然起身 瞪大眼睛朝下方望去 低脸的不可置信 身形晃动直接冲进了人群之中 那七平开天的气势肆无忌惮地弥漫开来 才刚刚回归的诸多参会者 顿时被推得人仰马翻 实力低微的更是脸色一白 嘴角一血 左师说 黄安义色声喊道 面前的半大老者他是认识的 乃是千鹤伏地的内门长老左全辉 更是赵姓的师尊 左全辉正正地望着他手中抱着的尸体 伸手探了一下赵姓的气息 身子微微异矮 矮小的身形似乎在那一瞬间勾搂了不少 谁敢打 左全辉轻声问道 但黄安义却能感觉到他压抑的怒吼 那仿佛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神藏在胸口 虚空帝 杨开 黄安义抑制人群中的杨开 左全辉猛地扭头 那双目赤红 仿佛要责人而逝的猛兽 越过人群恶狠狠地盯在了杨开身上 锐利的眼神切割虚空 死 左全辉叹手便朝杨开抓了过来 黄豹的世界伟丽涌动之时 站在他身旁的黄安义 脸色一白叶便被冲飞出去 面对一位老牌七品的轻怒一击 杨开只是漠然地站在原地 动也不动 反倒是凌峰 宁道然和顾叛三人 齐齐闪身来到杨开面前 各自催动力量 朝前拍出一掌 凌峰低合 前辈请息怒 与之后事如何 换杨继选收听 《五练巅峰》 第3671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